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,越来越多的初产夫开始尝试顺产,这是一种很好的趋势。 为啥这样说呢? 古往既来,顺产就是最自然的分娩方式,对产夫和胎儿的影响是最小的。 风夫产虽然很先进,也被很多明星多提倡,但是却对胎儿存在很多弊端。 胖腹产还会对二次妊娠造成风险,例如八横处妊娠,凶险性胎盘前置,胎盘直入等。 所以除了投胎胖腹产,二胎儿不得已胖腹产的宝妈,初产夫选择顺产的原来越多了,但是顺产也不是百利无一害的。 这些知识需要提前知道,做到心中有数,对顺产会更好,运气控制体重很重要。 如果一开始就抱着顺产决心的宝妈,那么运气控制体重就非常重要了,就会直接决定你是否能够顺利分娩。 如果胎儿过大,或者因为饮食不注意,导致人生糖尿病等情况,都不适合顺产。 孕期也不要有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的想法,保持正常的营养渗入,不要大于大重。 整个孕期的体重增长,控制在30斤以内,尤其是孕前体重偏胖的女性,要及时健身减肥,以免孕期体重增长不会过大,给顺产带来麻烦。 孕期运气运动很重要,孕期运动可不只是散步这么简单,想要顺产,就要提前知道顺产时,要用到哪些肌肉。 比如盆底肌肉,把腿肌肉和腰腹肌肉等,这些都会在产程中起到重要作用。 所以有意识的进行锻炼是非常重要的,平时可以做一些孕妇瑜伽,了解下凯格尔运动和腹式呼吸,对顺产都很有帮助。 分娩前经兆是要准确知道,为了避免孕晚期给自己徒增麻烦,孕妇需要知道令产现的准确征兆,以及应对方法。 比如破水后就不要洗澡了,需要立即打电话去带产,要尽量平躺,防止凉水流出过度给胎儿造成影响。 减红后可以先洗澡,但要去分流血量,如果是像月经那样的血量,就要考虑是不是太坎澡包了,需要紧急住院处理。 出现甲工作时不要慌张,得出现规律工作后,才是临产征兆,顺产每个产成的注意事项需知道,顺产需要做好耐力准备,因为分来三个产成。 每个产成的时间都不同,最难熬的要素第一产成了,可能需要十几个小时的时间,开前三指的时间是最长的。 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就急着想要剖复产。 第二产成需要一到两个小时,需要配合一身用力,尽量不要测钱。 第三产成是胎盘的免出,也要注意胎盘免出是否完全,注意产后及时复查。 顺产也是有风险的,需要心理有准备,顺产可不是一般风涉的,来产就是专门针对顺产说的。 很多产妇不得不中途改为顺转护,可能遇到了产生停滞,也可能遇到了胎儿宫内缺氧等情况,这些情况都不是提前预知的。 在过程中发现的话,也要做好心理准备,听从医生的安排。 还有一种难产叫做一到驻产,就是胎儿不能自行分娩,需要借助工具,比如产前等,可能会对胎儿的头部和两颊造成加狠和擦伤。 最后一种可能就是艰难产了,也就是胎儿的剪盘卡,在骨盘出口无法免出。 不过,经验丰富的助产室都会化险为宜,这也同时提醒宝妈,不要再孕期,让胎儿的体重过大,也不要并发妊娠和病症。 比如糖尿病,很容易造成艰难产,很多宝妈害怕顺产的痛,但是又想坚持顺产。 那么无痛分娩是个很好的选择,但是目前的情况,并不是所有的都有无痛分娩的选项,这就需要提前了解。 从这一点看,选择也是很重要的,可以让自己减少很多痛苦。 很多孕妈妈都只想着顺产的疼了,却不想还要注意这么多。 其实疼只是顺产的一部分,而妇产也需要精力疼,痛苦并不比顺产少。 除了疼,宝妈更需要对顺产进行全面的了解,进而对她的恐惧情绪就会减少,战胜她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很多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